张大嘴的黑猴咬住鱼儿 被拖带回上岸之后 放入水箱进行富裕作业 养殖专家将黑猴送上大船 转移到大的活水槽 等靠岸之后 立即将它送入培育的繁殖环境 并架设水下摄影机仔细观察 这一围围透明的小鱼 都是海洋未来的希望 黑猴的人工繁殖跟放流 都是全球首例 今年完成的全球首例 然后他们也是高经济 这次其实我们是从定期型 就是沿海最浅 做到沿岸型 做到大洋型 所以整个完整的生态系 让这些我们现在都是 优先用放流为主 就是让资源做充分的富裕 还有美台鲸 上海2000元的红猴 也是富裕的目标之一 台湾是继日本之后 第二个成功完成红猴 人工受精的试验 我们考量到全国的沿浸海渔业的产量 从民国69年的高峰40万公吨 现在只剩下大概16到18万公吨 这样的一个减产的幅度蛮大的 所以我们就尝试利用我们水市所研究人力 把海洋鱼捞跟养殖的人结合起来 来进行这个接力合作 他们海洋鱼捞的同仁 在海洋取得一些种鱼以后 然后就送到岸上 回到我们的相关研究单位 去进行这个催熟 让他们能够交配呼化 近年来台湾沿海的渔获量下降 除了实施管制和放流措施 农委会水市所积极富裕不同的鱼种 至今已经保留20多种物种的原生种 其中黑猴的富裕更是创下全球首次 成功繁殖之后将幼苗放回大海 经过2到3年渴望成为种鱼 让渔民不再担心捕捕到黑猴 我今天就是要跟所有台湾的消费者报告 我们的水市所过去这几年 针对沿浸海的渔种的护育 非常的成功 那我左手边是按摩 在后面 水下200公尺还有400公尺 那做了这样的一个护育 最后可以放流来增加渔民的收入 其实我们沿浸海的资源 从四十几万公顿 到现在这几年 维持15、6万公顿 那水市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会把这样的 所有的20几种的物种里面 的演化成果 那再回去放流 让我们沿浸海的渔业资源 可以不要因为气候变迁 或是人为这些捕捞等因素 而大幅度的减少 我想这个对粮食安全的贡献更重要 不管是高经济价值的红猴 或者黑猴 经济富裕 可以有效填充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 增加渔民的收入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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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